现在你看,全世界无论到哪个地区,过行过夜,你细心意去观察,全是轮回,而且不善的多,善的很少,不善的果报在散途啊,善的果报也是在人天啊。 现在人间这个社会乱了,天上也乱了,人天都乱了,你说麻不麻烦,从前天上的日子好啊,快乐啊,现在天上日子不好过。 我们是从过去,是从常会法师里的这个信息,常会法师那时候,北朝鲜,一些山神,八个山神去找他,想把他带到北朝鲜去。 那这个过关的时候,中国有护法神,那护法神力量很大,不准他带走。 那所以他在空中掉下来,还不错,掉到沙堆上,没受伤,那空中掉下来,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。 被一阵旋风,就像龙旋风,把他全走了。 掉下来之后,赶快打电话,在庙里面。 庙里面人找不到了,在惊慌的时候,得到信息,派人们来接回去。 接回去之后,这八个山神又来,又来找他,他就问他,你们来干什么的,你们是从哪里来的,北朝鲜来的,有三百多个山神,他们是代表,他修得不错,希望请他的北朝鲜带大家一起休息。 那现在去不了了,这个八个护法神呢,也就也没回去了,也就做他的护法神了。 我相信他不是编故事骗我的,他到这来,把这个事情详细告诉我。 那他曾经问这些护法神,你们做三神呢,做多久了? 三千多年了,他就问他,三千多年前,释迦牟尼佛在世,你们为什么不休息? 那个时候不知道。 错过了英语,到现在看到世界都变了,想修行了,他们要到天上看了,天上也乱糟糟的,所以想起来,还是极乐世界好。 大家希望找一个好的修行人,修净土的,来领导他,带领他们,大家一起共修。 有这么一段故事才啊。 我们想想想,也有道理,为什么? 这个意念不可死。 我们的念头,一个不善的念头,可能影响天上,也遭难了,也不善了。 现在这个地球,你想想看,有多少人发泄出去念头是善的,有多少人是不善的。 你这么想一想,你就知道了,我们周边的环境。 往下看,十三个岛,往上看,欲界天,四界天,五色界天。 大概四界天跟五色界天,干扰少一点,欲界天肯定受干扰。 那么,我们就明了了,佛陀的教育多重要。 在这个时候,学习佛陀教育,真正修行。 这是大山啊,这不是小山啊,这是祝佛特别护念啊,龙天善神保佑念。 那是肯定的,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啊。 那谁能够想象得到的。 谢谢你。 这边的人,你不能在搞什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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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在搞什么一个人心呀, 都在搞什么了。 酷直到我一样的学习的公正。 就是因为在Chat用的东西。 你知道的80帐恙。 感谢观看